6月8日早上 紐約市的天際線通常在典型的天氣下 可以看到數英雷 部分被陰霾遮擋 加拿大數百場野火產生的黃色煙霧 籠罩在美國大片地區上空 有可能使數百萬人呼吸困難 並連續第二天擾亂航空旅行 美國國家氣象局將東海岸從新英格蘭 到南卡羅納州 以及中西部部分地區的空氣質量警部 再延長一天 6月6日下午抵達該地區的黃色霧霧 紐約、華盛頓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 被建議留在室內 他們佩戴上口罩 曾仙孔猴地購買空氣淨化器 而保護自己 霧霧和低能見度 導致航空官員星期四早上 連續第二天停止從東北部 大西洋中部地區和俄赫俄州 飛往紐約拉瓜迪亞機場的航班 根據瑞士科技公司運營的網站 在世界主要城市中 紐約星期四上午的空氣質量再次最差 空氣質量指數毒素為185 不健康 抵達律以154的毒素排名倒數第三